亲爱的兄弟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我们来思考做门徒的代价 我们今天的经文要大家思考作为门徒的代价 有一个乔治亚非常出名的宗教领袖 在乔治亚州有一个很出名的宗教领袖 叫做Clarence Jordan 他的名字叫Clarence Jordan 他在12岁的那一年 他12岁那一年 其实是1922年 其实是很久的了,是1922年 参加了一场陪灵会 他参加了一个陪灵会 那个陪灵会里面的诗班 那天唱了一首诗 是叫做爱高举我 那天有一个诗班唱了一首歌 叫做爱高举我 那这首诗呢 是这个Clarence非常喜爱的一首诗 这首诗呢 是这个Clarence 他最喜欢的一首诗 而且那个时候他注意到 诗班里面有一个人 唱得特别卖力 而且呢 他注意到诗班里面 其中一个人呢 唱得很乐力 哇 所以那天他听了非常地感动 所以他那个听了之后就很感动 那天晚上他就决定要信主 要接受主 做他的救主 那个晚上呢 他就决定了他就决定了他要信主 但是那天的深夜的时候 但是到了半夜三更的时候呢 他听到他们家对面的那个监狱 传来非常地凄惨的哭叫声 他听到他家附近对面的监狱 传来一些很凄惨的哭声 那他从他的窗户看出去 他就在一个窗口望出去 哇 他看到就是那个 有一个监狱的管理员 在修理一个受刑人 那他就见到监狱 原来有个管理员在那儿打一个人 拳打脚踢 非常地凶狠 拳打的踢 很凶狠 哇 他仔细一看 再仔细看一下 那个管理员就是那个唱歌特别卖力的那一个 那个管理员呢 原来就是那个唱歌很卖力的人 哇 他看到那个情形 他心里非常地震惊 他见到这样的情况 他觉得很震惊 同时也有困惑 同时也都很困惑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有这样子的困惑 虽然他这个心里面有困惑 但是他信主的决定并没有动摇 但是他信主的决定没有动摇到 但是他对信仰的态度 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但是他信仰的态度 做了很大的改变 他还是一本初衷的去参加教会的所有的聚会 他仍然是很乐冲 去参加所有教会的聚会 他非常认真地来联读圣经 他很认真去读圣经 对于耶稣基督的教导 非常的执着 他对于耶稣的教导很执着 他一定要求自己能够尽量去做到 他要求自己所有东西都做得到 他大学的时候是学农业的 他大学的时候是收这个农业的 毕业之后他又去念神学院 他毕业之后去了读神学院 后来变成了一位神学博士 后来他成为一个神学博士 特别是希腊文的学者 他成为一个希腊文的学者 根据他的这些学经历 根据他这个学习的经历 他是可以去找一间神学院教书 他可以去到神学院教书 或者他也可以去找到一间很大的教会 当牧师 或者他可以去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里面 做牧师 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然后很受人尊敬 可以过得很舒适的生活 也都很受人尊敬 可是他跟他的太太决定 但是他跟他的太太就决定 他们要去住在 乔治亚州的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他们要去到乔治亚州 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他们要成立一个团体 他要成立一个团体 可以一起共同生活的团体 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团体 那叫做Coinolia 那个团体的名叫Coinolia 那这个团体呢 他们想要向那个教会出起的时候 一起过生活 然后繁物共用 繁物共享的这样一个生活 这个团体呢 就是根据教会初期 一个共同生活 一起工作 所有东西都共享 这个生活模式 那从这个Coinolia 这个共同生活的团体 后来他们又发展了另外一个事工 由这个Coinolia 这个生活的模式 后来发现成为另外一个事工 这个事工真的是一个慈善的事工 这个事工是一个慈善事工 就是专门去盖房子 是专门是帮人建屋 让那些低收入户可以有房子住 让那些低收入的人是有屋住 所以他的信仰呢 就是让他想要用他的力量去消除一些经济上的不公义 他的信仰呢就是让他想去努力消除经济上面的不公义 那因为他这样子做他也阻碍了一些人的利益 所以呢 但他这样做呢也都有很多人的阻碍 很多人 特别受他阻碍的人 就是会威胁他 会批评他威胁他 有些人呢 特别因为受到他影响呢 就会去威胁他 批评他 到最后连他自己的教会 也把他的名字除名 说我们不欢迎你这个人 到最后 他自己所属于的教会呢 也都说要把他的名字除开 我们不欢迎他 但是他到此为止 他都没有后悔他所做的事情 但是到他死为止 他都没有后悔过他所做的事情 这个Clarence他说 这个Clarence这样说 他经常在说 他经常都这样说 上帝并不在意我们口里所说的道理 上帝并不在意我们口里所说的道理 他非常的关心的是 我们如何把道理行出来 他关心的是 我们如何把道理行出来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 上帝非常关心我们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真的是在跟随主耶稣的教导 这个说话其实说 上帝关心我们所作所为 是不是真的跟随主耶稣的呢 真的把它做出来 是不是真的做得出来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 耶稣对着一大群 跟着他的群众说 我们今天经文看到 耶稣对着一大群 跟着他的群众这样说 那我们知道一起跟来的 有时候跟信 跟信 只是跟着 然后这样子 很比较粗浅的信而已 我们有一些是跟信 跟信 就是跟着 就不是很深信的 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在这里指出来 一般的跟信 的信徒跟门徒 有什么不同 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来 一般跟着的人 跟信徒有什么不同 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 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分别 那门徒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门徒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耶稣说 凡是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因为耶稣这么说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所以门徒要有那种 愿意背起十字架的自我认知 还有那个决心才行 所以门徒要有一个愿意 背起十字架 自我的认知和决心才可以 一时的感动 一时的兴起 不能支持你到那么远的地方 一时的感动 或者一时的兴起 不可以支持你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我们很喜欢的一句经文说 我们有一句经文 大家都很喜欢的 是耶稣说 烦恼苦悲中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对他们说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他还有下一句 还有下面那句 下半句 下半句 你们当负我的恶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才能得享安息 才能得享安息 那一般的信徒 喜欢祝福 喜欢恩典 一般的信徒 就很喜欢祝福 和喜欢恩典 就会喜欢背 这句经文的前半段 就会喜欢背 这个经文前那半段 你们来就可以得安息 你来吧 得到安息 但是如果是门徒呢 如果是门徒呢 就非常看重 后面的下半句 后半句 就会比较看重 后面那半段 要负我的恶 要学我的样式 要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那背十字架跟随主 是什么意思呢 背十字架跟随主 是什么意思呢 那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那是为了一切 为了基督的信仰 所要忍受的痛苦 所要做的牺牲 就是说 只一切为了基督的信仰 而又承受痛苦 而作出牺牲 为什么有那些痛苦跟牺牲呢 为什么要有痛苦和牺牲呢 那些都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去改变自己 就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改变自己 改变为难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了我们本身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 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 譬如吸毒的人信了主 譬如吸毒的人信了主 他要戒毒 他一定要戒毒 戒毒简单吗 戒毒是不是很简单 你看到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 真的是抓不住的 看到他毒瘾起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受的 他需要忍住 他需要忍耐 那是痛苦 那些是痛苦 还有喜欢打老婆的人 还有有些人会喜欢打老婆的 他信主了 他知道打老婆是错的 信主知道打老婆不对的 他需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 他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 他需要学习尊重他的太太 那这个简单吗 这个简单不简单呢 不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那喜欢诈骗人的人呢 有些喜欢偷骗拐骗的人 有的人诈骗是因为心里有病 他就不骗就心里不高兴 有些人心里病的 他不骗人就不开心 所以也是要控制自己心里的那个瘾 也都是要控制自己心里面的人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世界上很痛苦的事之一 就是要改变自己 世界上痛苦的事就是要改变自己 同意吗 同不同意呢 而且我们这边特别注意到 主耶稣所讲的 所特别强调的 我们特别注意到耶稣要强调的东西 我们要背起的十字架来跟的 不是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所要背起的十字架要跟的 不是耶稣的十字架 也不是别人的十字架 也都不是人家的十字架 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带领都不一样 上帝对于每一个人生命的带领都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的环境里 碰到的问题跟挑战都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生活里面 碰到的挑战和环境都不一样 但是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想我们要怎么去做到 耶稣要我们做到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耶稣要怎么样 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 那个一定有挑战 这个一定是一个挑战 那个一定会要让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 这个是一定要让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能去背别人的十字架 我们不可以背起别人的十字架 我们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十字架 我们也都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十字架 你会看到那个十字架多美啊 都是玫瑰花做成的耶 哇 这个十字架多美啊 玫瑰花砌的耶 你有没有想到它玫瑰花有那么多的花刺 它背了它的刺的 刺的它的背都流血了 但是你想一下玫瑰花有那么多刺 当它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背着就刺伤了 哇 你看到那个人 他背着十字架是钻石做成的耶 哇 这个人有十字架的鑽石做的耶 多么靓丽啊 哇 多美啊 但是你知道那有多重吗 但是你知道它有多重吗 如果给你的话你背得起吗 如果给你背 你背不背得起呢 神会给我们每个人担当得起的十字架 神会给我们每个人担当得起的十字架 那你可能在想啊 那你或者会想一下呢 当门徒听起来真的辛苦耶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的去牺牲 去忍受痛苦 都要去当门徒呢 为什么要那么努力 那么牺牲痛苦都要做门徒呢 其实当门徒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其实做门徒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那是出于真心感激的一个结果 那是出于真心感激的结果 我们常常会唱诗会唱到 我们常常都会唱诗会唱到 恩典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 恩典是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要去知道 恩典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但我们要明白 这个恩典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恩典的代价是什么呢 恩典的代价是什么呢 是上帝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生命 所完成的 这个恩典是上帝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 所以是用生命的重架付出去的 是一个生命的重架付出的 所以如果人真的去看到 我们自己得到的是重架的恩典 如果一个人真的看得到 我们自己所得到的重架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我们就会真心的去感激 我们就会真心的去感激 我们甚至会决定 啊 这个恩典太大了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为主而活 手指会觉得 这个恩典实在太大了 我一定要将自己为主而生活 我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他的内在生命就会改变 当他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内在生命就会改变 他的价值观就会改变 价值观也都改变 本来看作是很辛苦的事情 本来看到是很辛苦的事情 现在做起来很高兴 很享受 做起来很开心 很享受 记得一个姐妹告诉我 有个姐妹跟我说 他在信主以前 听到那个 一般的基督徒聚会都要唱歌 那他聚会的时候 听到一般的基督徒要唱歌 他说他听到那个 就 起鸡皮疙瘩 那个鸡皮疙瘩是心里很不舒服 他就是听到起了鸡皮 心里不舒服 很讨厌 很讨厌 然后觉得 为什么这么做作 为什么这么做作呢 但是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了 但是他后来成为基督徒 他最喜欢唱诗歌了 他最喜欢唱诗歌了 每次聚会一定要唱好几首 每次聚会要唱好几首 是吗 你看到这种转变吗 看不看到这个转变呢 第二个 第二个 为什么要去成为门徒呢 为什么要成为门徒呢 因为照耶稣所应许的 因为耶稣应许我们 你们如果常常在我里面 你们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常在你里面 我也常常在你里面 那门徒 我们 跟主的耶稣 非常非常的亲密 那样的境界是信仰的最高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信仰最高的境界 那真的是你好像在天堂里一样 那就是好像你好像天堂一样 好不好呢 非常好 当然要做门徒 当然要做门徒 那我们教派的创始人 约翰·威斯利 约翰·威斯利 我们教派的创始人 约翰·威斯利 他呢 对会友门徒的态度 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他对于这个会友门徒的态度 是很严格的 那会友呢 除了主日的崇拜之外 会友除了星期日主日崇拜 周间也要参加小班 小组的一个聚会 那星期之内呢 也要参加小组聚会 至少每一星 周间要有一天聚会 每个星期起码要有一天 那每个人要领有班员证 每个人有一个班员证 那个John Wesley自己签名 给班员证 是约翰·威斯利自己签 亲身签法的班员证 如果不是很认真 如果不是很认真 或者是来教会很认真 可是回到家里平常的时候 非常的凶恶 经过班长一段时间的评估 那有一个班长 他会给一段时间评估 如果真的觉得不行 如果他觉得你真的不行 班员证是要收回的 那个班员证会被人收回 不能参加其他的聚会了 那要看这个人 如果有继续的认错悔改 那要看这个人 会不会有认错悔改 才要再颁给他这个班员证 才要再颁给他一个班员证 这个我们今天要不要做呢 这个我们需不需要再做呢 我们真的要来思考这个事情 我们要思考一下 那今天我们说 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 生活没有能力 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 看到很多基督徒生活 没有能力 教会整个来讲 没有见证 教会整个来讲 没有见证 上帝的国度 不能继续扩展 上帝的国度 不能再扩展 那是因为很多人 太多人 只是想要恩典 只是想要祝福 就是因为太多人 只是想得到恩典和祝福 可是如果要求他们 更进一步 从信徒变成满徒的时候 如果是要求他们 更进一步 从信徒变成门徒的时候 能够为上帝的事工 为上帝的国度 去牺牲的时候 为上帝的功 为上帝的国度 去牺牲的时候 有好多的困难 真的会去看到 缺乏门徒的态度 真的看到缺乏门徒的态度 有一句话这样说 如果有一件事 你想要做 如果有一件事 你想要做 你会找到一个方法 你会找到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想做 如果你不想做 你就会找到一个借口 你就会找到一个借口 是不是 借口有千千万万 借口有千千万万 今天我们有李小凤 还有他女儿要洗礼 今天我们有小凤 姐妹和她的女儿 要接受洗礼 让我们重新再想起 我们在主面前 所做的利约 让我们再重新反省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立约 我们是不是已经从信徒 变成门徒了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由信徒 变成门徒呢 我期待大家都能够继续的 在这个灵命成长的路上 精进 期待大家都在这个灵命的路上 一起去前进 每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每天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去克服我们要找借口的那种心 去克服我们要找借口的那种心 切实的去遵守主的道 切实去遵守主的道 做出来 做出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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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